我们看到很多人念火念了几十年 到临终的时候不念 不念耶 我念了四五十年不念 那也有我最近也碰到几个 就是只有癌症过程当中开始学佛 临终真的见到火 他就躺的时候 就最后一口气 他说 你们有没有相机 为什么 阿弥陀佛来了 相机 大家讲说 没有耶 我说 没有菜 可见他不是自己这样 他还在跟你沟通 他说 这样喔 这样没有啦 我还站起来 站起来 因为阿弥陀佛来了 站着我们坐着 不好意思 没礼貌 那这样走的 他在后来他们家人 本来都不是很了解佛法 到最后回想他在病床当中 已经事先见到净土境界了 大家以为他是在生病幻想不理他 到最后送阿弥陀金以后才知道 有这种道理 好 念火有没有 还有我们慈戒有没有 那进一步我们要问 我们在座每个人大概都知道 缘起信空的道理 那请问 你自从了解缘起信空道理以后 对你身心有没有改变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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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